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3月27日星期三 早上的天氣節目 我是林鶴賢 一股偏東氣流昨晚抵達廣東沿岸地區 香港今早早的天氣比較涼 亦有一兩陣雨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早由於吹雨大東風 各區氣溫幾平均 約20至22度不等 而相比起昨日同樣時間 地區跌了大約2至3度 一起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運動 香港在這裏 記得香港附近的華南沿岸地區 其實有很多低雲 但我們預計這些低雲在眼尺小會轉薄 到時我們有機會短暫時間有些陽光 至於未來那幾天的天氣會是怎樣 一起看看最新的預告圖就看到 現在影響香港的偏東氣流 在明天將會轉出一些比較多藍分量的風格 如我們預計明天天又一次變得炎熱 而接近周末期間 幾乎香港附近由於受到公寓動所影響 多了一些藍綠色甚至是黃橙色的地區 即是周末期間天氣變得不穩定 會是間中有著雨 以及各部地區有雷暴的機會 所以大家如果這個長周末在香港的時候 記住要留意天氣的情況 回到香港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大致多雲 早上有一兩陣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上到25度 風會吹和穩至清淨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在未來一兩天天氣會是炎熱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而去到周末期間 剛才說過 受到高空擾動所影響 天氣變得不穩定 會是間中有著雨 以及各部地區有雷暴 今日的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一天 再見